大家好,我是宇宙頭部分析師高志明 在本週末為各位做這個排骨的一個盤子分析 那一樣我們先看到這個價錢指數部分 在這個本週FED維持地律不變政策 以及蘇格蘭不利公投未過的一端基地之下 我們發現經期指數有開始指紋向上 那當然對於操作上來講會比較好 尤其基礎面來講的話 我們明顯發現在回測半年限之後是明顯有效做支撐 所以運行在下週 國際一些不確定因素慢慢消暑之後 應該還會有在持續上攻的一個機會 尤其先前我們提到證明中 表示說在下週三之後呢 台股的量也有機會慢慢回容 當然不排除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利多政策來做一個激勵 所以投資人近期可以稍微操作上可以積極移疊 但是還是要留意在外資的部分 目前還是偏向比較保守的部分 他在現貨還是持續正在賣方的情況 當然在期貨這個空單最近有在稍稍的增加 當然現在也來到17000口的一個水位 所以就目前來講這個外資不管現貨 其實都當做空的一個影響支架的這個市場的買盤 還是會屬於比較公望的 所以接下來就看外資能否開始由空翻多 將會是接下來量能或是買氣能不能回升的一個重要觀察指標 不過比較好的是在本土法人自行商投信的部分 只要近期是持續站在買方的 當然是對於這個中小型股是比較有利的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八大光股券商行庫 在周四稍微蓬高調節之後 他還是持續在做一個買超的動作 如果我們看這近八個交易日來講的話 他已經買超了七個交易日了 所以是近期少數持續站在買方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於政策不管政府的態度來講的話 看起來他是近期是有在做一個護盤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指數在向下的空間相對有限 那接下來就看能人補量將是未來指數能否持續向上反彈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那至於貴買市場這幾天表現是比大盤還來的強 我們可以發現在周三開始出現是連續三根同K 他們要是比大盤表現還來的強 但主要是因為在目前大盤指數空間表現有限之下 至今會開始以往這個基期比較低的一個中小型股來做一個琢磨 那當然也會激勵這個成為推升指數的一個重要動能 再加上從昨天整個太陽元族群翻多 甚至今天升級股翻多 那其實這兩個個股主要都是在貴買市場冠函 所以這些個股轉強單也成為推升指數上功的另外一個重要動能 那另外一個則是來自於這個貴買中心 昨天有開始傳出說在年底前會編制一個跨交易所的一個跨國的指數 那當然這個指數情商品可能未來會涵蓋如生堡指數 以及納斯達克指數 甚至台灣的一個貴買指數 當然是希望藉由這個投信來發行這個跨組合式的一個ETF的一個基金 來吸引外資進駐整個我們的貴買市場 這樣目前整個外資持股比重在貴買市場大概17% 推高到20%的一個目標 所以在這個政策開始做多之下相信市場會開始慢慢揮龍到貴買市場 所以投資人是可以持續留意中小型個股接下來的一個表現 當然就未來如果這個跨國新的一個海外資金開始來買這個跨國交易所的一個ETF來講的話 當然他們的主要選擇標的可能會是在那個市場 那個交易市場的一個全資股為主 那就貴買市場來講的話 基本上應該會挑富貴50來做他們的一個投資組合 那我們可以觀察在富貴50當中 大概升級股就佔了五分之一 是相當高的一個比重 所以就這個政策來講的話 對升級股應該是最大的受惠率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今天整個升級股有開始全面轉強的表現 當然就技術面比較強的 我們可以發現是413的建亞 在月線、季線糾結之後重新放量商工 當然是有機會來持續來向上挑戰的高點 尤其他在先前已經傳出跟大總藥廠 要搶攻整個新藥廠要搶攻整個亞太市場 甚至他在年底前有機會取得台灣三起臨床的通過 當然就是說未來還有一個潛在力度的基地之下 可能股價還有不錯的表現空間 另外一檔則是核康升的部分 今天也是有稍稍大量佔上所有均線 當然股價的公司沒有像剛剛這個建亞來的強 但是就形態來講 只要下禮拜能夠佔一個不一樣商工 是很有機會來挑戰前貨高點 尤其我們去看他的總結持股大股東 基本上是國民黨的大東邊 當然市場認為這個可能跟連勝文全期算是一個連勝文概念股 如果接下來連勝文的一個民調能夠有再持續上修的話 當然對於相關概念股應該會有一個基地效果 投資人是可以持續留意的 另外則是這個3289的儀特 他算是做一個檢測廠 讓咱近期不管是子公司有借過一些新的訂單 甚至說他本業的部分也開始有一些開發新的客戶 所以推動他近期的銀色有持續著揚 像8月營收是在創新高 連續4個月創新高 以7、8月都創新高來推幅的話 第三季要創下單集新高的機會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基本面的支撐之下 我認為他股價應該還有機會再挑戰高點 另外一檔則是8410的升填 主要是因為他近期有接過一些 像是中國聯想底電的一個機殼 以及華碩Lanform的一些手機機殼 在一個新訂單移出之下 進行營收或者是獲利應該有開始出現著強的趨勢 甚至說整個手機往中低價來 未來的一個中低價 手機的市場成長動員還會來自於中低價手機 對於他這個相關的一個產品需求 就會有機會同步推升 所以未來他的股價應該是值得期待的 或者是也是可以持續做一個追蹤 至於中泰3的部分 比較偏向是技術面的操作 我們可以發現他股價在整理非常長一段時間之後 有開始放量上工 在週三衝高之後有開始回答休息 但是今天是再重新放量上工 只要下週一能夠再順利開高 我們可以將週三的打量視為一個換手量 當然如果開高之後就有機會再持續向上工 因為你股價整理那麼長一段時間 要突然放量衝高 應該是有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利多會釋出 投資人是可以留意這種技術面轉強的個股的表現 最後一檔則是8929的劇名 我們可以發現 在今天他的股價是帶量衝上新高 當然在他的營運開始變好之後 近期股價是有持續強勢的一個表現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他的股性是非常活潑的 近期也是逐步墊高之後再一個放量表態 當然在今天衝高之後應該是有機會再延伸出一個行情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 他均在上一週月線開始穿越季線之後 整個均線是呈現多頭排列 再加上他股價又是創新到 這種股價的攻擊力道會比較強 不過就近期觀察技術面操作可能賺個10%、15% 就要先做一個獲利了結 那如果下週他的股 這幾檔股股價有連續上空的話 記得大概停一點可以設個10到15% 來做一個獲利了結的一個停一點 那以上是這邊為各位做的一個總謀的一個分析 預祝投資人總謀愉快 謝謝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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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нутри 皆さん blessing 你 你 你 不 你 performance immortality 你 你